我妈下葬那天,老婆陪白月光去泰国看成人秀。无论我怎么挽留,她心如磐石。我不想陪你过猪狗不如的日子,她是夏东集团的总监,能满足我的一切,我原谅了憎恨多年的生父,成为她的继承人。她哭肿了双眼恳求我的原谅。 我挑着她的下巴,说道,不如让你的白月光给我女儿陪葬。葬礼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处理妈妈所有后事。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看我的眼光从疑惑转成同情。掏出手机看了眼,柳如烟已经48小时联系不上了。切换另外的账号,翻看了连许薇的朋友圈,定位在泰国。和心爱的女人一起看成人秀,嗨炸了下面晒着与女生食指紧扣的照片。 她的手指戴着一枚戒指,那是我们结婚时,我亲手给柳如烟戴上的婚戒。 十年的感情,冻结在这一刻,妈妈在病床奄奄一息,我痛哭流涕地打给柳如烟,让她来见妈妈最后一面。 她冷漠地说,见了又如何,难道能起死回生吗? 如烟,老人家的遗愿,求你。嘟嘟嘟,那边的电话直接关断了。 柳如烟对我妈心存芥蒂,只因她当年不同意我们的婚事,后来发现怀上了女儿,妈妈才不得不同意。 儿子,如烟的性子太自我了,妈是怕你受委屈了结婚前,妈妈苦口婆心地劝我。 我神情且坚定地宣誓,这辈子我只爱柳如烟,谁都替代不了我和如烟都是单亲家庭,深知亲情陪伴对孩子多么重要。 为了女儿晨晨能得到更好的照顾,晨晨刚满月,我主动辞职当起了全职奶爸。 原因无她,保姆还是我妈,都是无法承担身为父母的职责。 我和如烟商量好了,一个赚钱养家,一个在家带瓦。 如烟坚持选择付出工作,刚出月子就给女儿断了母乳,重回职场打拼。 为了竞争营销部组长,她费尽九牛二虎才当选上。 女性比男人在职场上艰难许多,一旦脱轨就很难再有机遇。 从此,我甘愿成为奶爸,洗澡喂奶辅助尽心竭力,毫无怨言。 这个男的肯定很窝囊,才沦落在家里带娃做家务,要么就是软饭男, 要么就是凤凰男我带着女儿上菜市场买菜时,总会听到些三姑六婆在背后议论。 这么可爱的女儿,上镜的老婆,夫妻相处融洽,我已经很知足了。 我每日掐点做饭,只为如燕一回家就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饭桌上,我兴奋地向她分享女儿抬头翻身说话的每日变化, 如燕也会表现惊喜地回应我,甜甜地在我耳边撒娇。 谢谢你顾婷,为了这个家你付出太多了那一刻, 我的疲惫烟消云散,心想再累也值得。 可后来,当如燕当上经理后,她开始变得不耐烦了, 无论是对我还是女儿,经常出差,甚至一个月就回家两趟, 但凡我好奇多问一句,她就表现得很不乐意。 是我想在外面四处跑的吗? 你在家这么清闲,哪里会懂职场人的心酸如燕的语气里充满着鄙意, 我很累,你安静点行吗? 我瞬间错愕,原来她一直认为在家带娃是很清闲的事。 她试图伸出双手抱女儿,谁知道女儿竟扭头扑在我怀里, 憋着嘴委屈巴巴的。 孩子对她开始生疏了,令我意外的是, 她不但没有反省对女儿的缺失,甚至还恼羞成怒了, 她用力地掐起女儿的脸蛋,恶狠狠地说, 没良心的小东西,不要亲妈就算了。 我才不稀罕说吧,如燕就自古跑到客房睡了, 只留下嗷嗷大哭的女儿和无奈的我站在原地。 把女儿哄睡后,我轻轻地走到客房门口, 却听到如燕对着电话发出娇撑的声音。 许为,下个月陪我去泰国放松吧, 连许为是柳如燕的初恋男友。 大四那年,柳如燕坐在教学楼的天台上试图轻声, 被我一个箭步拽下来,她抱着我崩溃大哭, 难以置信男友为了出国机会向自己提出分手的事实。 那时候的柳如燕是校园里盛开的玫瑰花, 让每一个看到她的人都为之心动, 无数人渴望能与她并肩而行,包括我在内。 正因为如此,高傲的她更加接受不了被连许为抛弃的打击。 柳如燕最落魄的时候,是我在她身边陪伴, 治愈她内心的溃烂。 没有我,也不没有今日的她。 无论多晚,只要如燕发出一条短信说肚子饿了, 我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偷偷翻出校园围墙, 跑去给她买喜欢的奶茶和烧烤。 即便是外面下着大雨,我也毫不犹豫冲进雨中。 毕业后,我拿到第一份工资就给如燕买了个最新的手机。 为了如燕,以命换命我都愿意。 可自两年前的一晚,她喝得伶仃大醉地回家, 发疯似地哭喊着连许为的名字。 连许为的出现,把我这些年的付出一概消除。 我没有捅破这层纸,反而加倍对如燕更好了, 误认为付出炽热的真心就能挽回如燕。 直到撞见他们在地下车库拥吻, 我愤怒抄起一旁灭火器砸烂,上了窗户。 砰蜘蛛网状的裂纹瞬间覆盖他们通红的脸颊上。 连许为一下车就举起拳头向我袭来, 嘴枪顿时充满了浓烈的血腥味。 要不是顾及怀里抱着女儿, 我肯定跟她拼命撕打一番。 这只癞蛤蟆胆子真肥, 谁给你勇气敢砸我的车, 你的烂命赔得起吗? 连许为站在如燕的身边, 昂着头叫嚣。 顾婷,你是不是有病啊? 柳如燕没有关心我的伤势, 反而牵起连许为的拳头不断抚摸。 许为,手还疼吗? 我帮你吹吹眼前卑微温顺的她, 完全没有了往日高傲张扬的模样。 虽然我脸上无比的痛疼, 但不及心里的万分之一。 女儿抱着我的脖子嚎啕大哭, 喊着,爸爸快走吧。 沉沉想回家了我努力压制住钻紧的拳头, 即便全身发抖, 为了女儿仍低声下气劝着如燕。 老婆,我们回家好吗? 今天就当没发生任何事, 柳如燕的眼神有些犹豫了, 连许为上前搂住她的腰。 燕燕,这些年委屈你了, 我会加倍偿还给你的。 你不应该吃这些苦, 这个窝囊男人, 除了带娃什么都不会, 快点和她离婚吧, 我猛然起身, 挥起拳头一把打在连许为油腻的脸上, 她连退了几步撞上了墙壁。 你这个外人凭什么干涉我们的婚姻这些年? 我放弃了大好前途的工作, 专心照顾晨晨, 可换来却是窝囊费的标签。 啪,柳如燕对我重重地甩了一个响亮的巴掌, 顾婷, 你给我助手, 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我们从来就不是同个层次的人, 她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玻璃碎片扎进心里。 痛彻心扉, 柳如燕, 你真的愿意为了这个抛弃你的男人, 放弃家庭, 放弃女儿吗? 我平静地质问, 柳如燕沉默了两久, 突然抬头指示我, 坚毅地点了点头, 她宁愿被冠上出轨的头衔, 抛弃女儿, 也要和这个男的在一起。 我不想再陪你过猪狗不如的生活了, 孩子我还能再生一个, 但连许微只有一个。 我不能放弃她谋底闪了闪, 坦言道, 看到柳一燕这副舔狗的模样, 我笑得眼泪都飙出来了。 医院里, 母亲缓缓睁开眼睛, 费劲地开口, 如燕和晨晨有过来吗? 妈, 晨晨被如燕带去外国玩呢, 还没联系上我擒着泪, 不忍说实话。 孩子, 原谅你的父亲吧, 母亲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办完母亲的葬礼后, 我去早叫忠心把晨晨再回家。 刚到达地下库, 连许微带着两个彪形大汉拦住了我们。 连许微, 你想干嘛? 我将晨晨护在身后, 警惕地瞪着他们。 两个一米九高状冲上来, 把我摁到在地, 从背部反锁住我的双手。 我发疯的咆哮挣扎着, 可惜力量悬殊依然挣脱不了。 连许微一脸笑盈盈, 用脚踩在我的脸上, 使劲碾了几下。 癩蛤蟆, 要不是钻了我离国那几年。 就凭你能取得到柳如烟, 我呸恶臭的液体喷洒在我的眼里, 模糊了我的视线。 告诉你, 后天准时到民政局迁道, 不然你这辈子别想看到女儿, 她们把我的女儿强行带走了, 怎么追都追不上。 柳如烟, 你凭什么带走我的女儿, 明明说好孩子归我的, 出而反而言而无信, 你不配当沉沉的妈妈。 喊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连后牙槽都跟着颤抖。 十月怀胎, 血浓于水, 不及对白月光的一丝留恋。 顾婷, 出而反而的人是你, 一而再, 再而三地推延离婚时间。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她声音不大, 冷冷道。 前段时间, 我一直跑医院照顾我妈, 根本就没时间去民政局办理离婚证。 原来, 在她心里, 我不但窝囊, 还是个会被地理耍硬招的小人。 舔狗舔到最后, 总归一无所有。 如期而至, 我们签下了离婚协议书, 不带任何犹豫。 孩子归我, 房子归柳如烟。 她说, 连许薇喜欢这个房子, 因为她和大学挨得近, 那里有属于他们美好的爱情回忆。 这套房子, 是我卖了家中祖宅和所有田地购置的。 柳如烟就是个自私的人, 心里只有她的白月光, 根本就不关心我和女儿何去何从。 顾婷, 三十岁人了, 别总想着偷懒不工作等着吃软饭。 以后可没有人要养着你了, 她用一种很亲烈的口吻说着, 不紧不慢。 我清楚, 她打从心里看不起我, 随着事业上的顺风顺水。 柳如烟的野心逐渐暴露出来, 与其说爱恋许薇, 更准确是爱上她是夏东集团的总监身份。 晨晨什么时候还给我, 我迫切地逼问柳如烟。 女儿是我的命根子, 她不在的这两天, 我一闭上眼睛就梦到她哭喊爸爸的模样。 根本不敢睡觉, 直勾勾盯着时间巴不得快点过去。 我早上上班没空管她, 许薇带她去游乐园玩呢, 等下就把她在回你那边, 她心不在焉地回应着我。 眼睛盯着手上的离婚症, 嘴角止不住地喜悦。 我如做针针地在家来回踱步, 等着门铃声响起来, 心里已经想好了一万句台词, 和女儿解释下我和柳如烟离婚的这件事实。 窗外突然传来了阵阵嘈杂声, 心中突然浮现出不祥的预感。 我穿梭在人群里, 瞄到个小小的身影趴在地上, 全身缓缓涌出鲜血。 真是造孽, 谁把这么小的孩子扔在马路边的? 这父母心也太大了吧, 他就在前面那路口冲出来的, 直接被货车撞到十米以外, 看样子凶多吉少, 沉沉, 不要睡, 快醒过来看看爸爸, 马上就到医院了。 时间彭佛凝固了, 我绝望地抱着软软的他, 心如刀脚冲到小区旁边的医院。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手术室的门始终紧闭着。 我狠狠删了自己的脸, 不断自责为什么不亲自去接沉沉。 为什么要把女儿的安全交给别人? 我们尽力了, 但是他失血过多抢救不过来, 请你节哀顺便医生的声音低沉且无力。 他才三岁, 还没来得及好好看这个世界, 就这样匆忙离开了。 眼前一片眩晕, 我的世界在这一刻崩塌了。 爸爸错了, 晨晨, 爸爸没有保护好你, 我跪在病衣里捂着脸大哭起来。 工作人员同情地过来安慰我, 短短一周痛失两个至亲, 放在谁身上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化妆师给他化好了妆, 长长的睫毛, 粉扑扑的脸蛋, 恍惚间觉得他只是睡着了。 我把晨晨的骨灰 装在一个粉色的陶瓷罐里, 这是他最爱的颜色。 爸爸, 我们忘了把阿贝贝拿出来了 被柳如烟赶出来那天, 晨晨憋着小嘴念叨着, 那是晨晨从满月就盖着的小茅毯, 到三岁还认着他, 没有这个阿贝贝。 他每晚睡觉都不安稳, 我抱着粉色的陶瓷罐, 温柔道, 晨晨, 爸爸现在就陪你回家拿阿贝贝。 有他陪着你, 睡觉才不会下行。 回到这个陌生的家里, 搬家公司正不断往里面添置家具, 手中的骨灰盒差点脱落, 抬眼, 我正对上连许为充满怒意的眼光。 顾婷, 你一个大男人还要脸部, 都离婚了还来我家干嘛。 连许为轻蔑的挑衅, 眼光盯着我手里的粉色骨灰盒, 一把将它夺了过去。 这一刻, 所有理智都被我抛住脑后, 我发疯地朝他挥了一拳, 桌椅被撞翻, 玻璃破碎的声音响了起来, 他反应速度, 躲过我的攻击。 连许为常年在健身房撸铁, 身体个头和素质远远超过我, 很快, 我感到力不从心, 一个恍惚被他压在地上, 后脑勺被扣住不断撞击着地板。 脑袋传来剧烈的眩晕感, 我开始不断干呕了起来。 不自量力的若姬, 还敢跟我动手连许为得意地嘲讽到, 露出胜利者的骄傲, 把, 把盒子还给我, 还给我, 我强忍住头痛欲裂的太阳穴, 不断地哀求他。 晨晨, 不要害怕, 爸爸来救你了。 连许为往后退了好几步, 好奇地端详了盒子, 突然掀开了盖子瞄了一眼。 满脸鼻说道, 什么鬼东西, 一股娇味恶心死了说罢, 他直率走进了厕所, 将骨灰一滴不漏地全部倒进了马桶里面, 迅速按下冲水键。 不要, 我喘着粗气, 从地板上挣扎起来, 像只暴怒的狮子扑向连许为, 张开嘴巴咬上他的脖子, 情绪早已失控, 他不断踹着我的后背也于事无补。 搬家公司的人连忙上前把我们分开了, 连许微的脖子不断地往外冒险, 看到他痛苦地凹叫的模样, 我正开束缚, 想再次上前撕打他为陈陈报仇。 砰, 脑袋传来一阵响亮的声音, 转过身, 是柳如烟, 他手上拿着一根棒球棍正颤抖着, 后脑勺开始剧烈地痛处, 我摸了摸, 手上沾满了鲜红的血液。 顾婷, 你清醒点,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在这样纠缠, 信不信我报警抓你, 他狠狠地说道, 这时, 连许微快步冲到我面前, 揪着我的衣领, 跟你女儿一个德行, 都是属狗的, 那天好心送他回家, 死丫头趁机咬了我一口就跑了, 要是他跑慢点, 看老子怎么收拾他, 所以, 你就把他扔在路边了, 我冷冷地问道, 不然呢, 老子还得给他送上门是吧, 他算哪根葱, 他嗤之以鼻, 那么小的孩子, 就把他扔在车来车往路口, 无疑是退入地狱之门, 顾婷, 你这又是何苦呢, 女儿都还给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柳如烟一脸无奈地说着, 好像他已经做了多大退步似的, 满脸委屈, 是啊, 女儿还给我了, 但他死了, 连骨灰都被被他的白月光倒进了马桶冲走了, 一想到女儿毫无保留完全消失在这个世界了, 我绝望地大哭了起来, 你走吧, 以后别出现在我的世界了, 我已经怀了脸许微的孩子了, 不可能和你复合的柳如烟摸着微微凸起的肚皮, 一脸幸福的模样, 犹如历刺痛我的眼睛, 晨晨在他的心里, 是可以由另外一条生命取代的, 如同衣裳, 想通了这些的瞬间, 我擎着泪笑得满脸猙獰, 我拿到了沉沉的阿贝贝, 上面残留着他最后的味道, 忍不住红了眼眶, 东西已经拿到了, 你快滚,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 非打断你的腿不可固停, 你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废柴样, 女儿会因为你被人耻笑的柳如烟不懈地嘲笑道, 看到他这副居高临下的姿态, 我觉得女儿的死也不需要告诉他了, 反正对他来说无所谓, 竖然拿起一旁的水杯砸在巷榻, 柳如烟, 你不配替我的女儿, 这是十年以来, 我第一次朝他发脾气, 待我发泄完, 便转身离开, 晨晨, 你放心, 爸爸不会让害死你的凶手逍遥自在的, 我拨打了隐藏在黑名单里的号码, 耳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顾婷, 是你吗? 我闭上眼睛, 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又一次来到熟悉的病房里, 手术前的准备是繁琐的, 我手里紧紧拽着那份沉重的器官捐赠同一书,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要把父亲救活, 手术必须要成功, 我的生父在我十岁那年将我和母亲抛弃, 转头娶了富家千金成为了坠婿, 直到前几年, 我在热搜平台上看到关于他的报道, 摇身一变成为了身价百亿的商业大乐, 因为常年应酬喝酒导致肝硬化晚期, 四处高价需求对应的肝源, 他坐在轮椅上, 眼窝深陷双鬓苍白地恳求我的原谅, 母亲则在一旁默默擦着了泪水, 那时候我对他充满恨意, 巴不得他从这个世界消失, 只有至亲的肝源, 才能避免更多排斥反应, 顾停, 爸爸知道对不住你们两母子, 我愿意用尽一切补偿回你看着头顶的乌影灯, 心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安定, 麻醉室缓缓给我注入了麻醉剂, 我的意识开始模糊起来, 在最后一丝清醒中, 我看到沉沉绽放着甜美的笑容, 向我飞奔而来, 为了手刃敌人, 我赌上了自己的生命健康, 放手一搏, 顾停, 你想要什么? 父亲亲切地问道, 技术一流的国内专家, 高科技的医疗设备, 至高匹配度的肝源, 父亲身体已经恢复许多, 金钱不但可以提升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也能延长他的寿命, 爸, 我要一个体面的身份一夜之间, 我空降金圈成为了太子爷, 也是夏东集团的最大股东, 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集团的新股东顾总, 连许微的额头布满了冷汗, 整个人显得既窘迫又无助, 他躲在人群里, 生怕被我发现, 上任的第一件事, 就是彻查财政部门的近十年的支出明细单, 连总监, 这点对你来说不是难事吧, 会议上, 我皮笑肉不笑地质问他, 连许微的眼神中闪烁着害怕, 嘴角抽搐暴露他的恐惧, 恩,恩, 顾总, 一周内, 众人面面相去, 一周, 这得多大的工作量啊, 连许微面露难色, 嘴角勉强挤出一丝谄媚的笑意, 顾总, 一周时间太短了, 部门的人得连续加工12小时才能完成, 这不符合劳工法吧, 谁说是整个部门, 必须由你独自完成, 该付的加班费, 我一分不会少你我靠着真皮沙发椅, 身体微微厚仰, 静静地观赏着连许微此时难看到极点的模样, 一种难以言喻的畅快涌上心头, 新冠上任三把火, 明眼人都知道弱势拒绝, 后果不堪设想, 更何况是连许微这种职场老油条, 是该让他好好感受下当众吃苍蝇是什么滋味, 顾婷, 你能来医院一趟吗? 求你了, 我低垂着眼眸翻看手机, 是柳如烟发来的这条信息, 病人宫外孕大出血, 现在需要家属签字, 同意摘出子宫, 主治医生把责任书放到我面前, 我不是他的老公, 你们找错人了, 我面无表情推开了他, 顾婷, 我找不到连许微, 他已经两天都没回家了, 求你帮我找到他吧, 我真的太痛了柳如烟苍白的脸上布满了汗水, 整条外裤都被鲜血染红了, 还早着呢, 我精心绘制的复仇画卷, 才刚刚画上第一笔而已, 我抬头看了一眼柳如烟, 淡淡地说, 看看你现在, 像条狗一样的喘息, 真令人恶心, 他全身痛得去成一团, 止不住地惨叫着, 手指紧紧抓着病床的鞭杠, 只关节上毫无血色, 很快, 连许微慌乱地赶到了医院, 医生迫切地将同意书移到他面前, 要求尽快签字, 医生, 能不能不切除, 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病人现在大出血, 随时有生命危险, 除了切除子宫, 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 连许微支支吾吾对着奄奄一息的柳如烟说道, 奄奄, 要是你没办法生孩子, 我妈是不同意让你进门的柳如烟, 试图说些什么, 但是嘴唇颤抖着, 却发不出来任何声音, 她双手死死地抓住连许微的衣角, 眼神充满着不可置信, 似乎在等待一个解释, 这就是你抛弃家庭, 抛弃女儿换来的白月光站在角落的我, 缓缓走出来连声择缝, 我, 顾总, 这是我们的家事, 请你不要出声连许微的脸上的通红, 人命关天, 她硬着头皮在通知书签下这辈子最无奈的名字, 数小时后, 柳如烟昏迷地被推出了手术室, 顾总, 你也看到我妻子的现状, 能不能给我请假几天, 我保证她善善的, 我打断了连许微的话, 冷漠地说道, 一周内, 不能给我详细的报单, 你给我滚出这个公司连许微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盯着我, 你忍心对烟烟这么残忍吗, 她哪来的自信, 觉得我对柳如烟还有情意, 粗糠只有猪才能咽得下去, 这种脏女人, 只有死了才能让我释怀, 顾总, 这是近十年的财务单, 请你过目连许微眼里的红血丝鲜艳无比, 眼带快垂到嘴边, 满脸胡渣的模样像极了路边的流浪汉, 我接过报表, 看都不看一眼, 随意扔进了垃圾桶里, 出去把连许微双手紧握着拳头, 轻轻抱起, 看得出她很努力在压制心中的怒火, 顾婷, 你适可而止, 人逼急了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 我只是在用你的方式对付回去, 怎么, 这就受不了我用鼻子哼出了这句话, 嘲弄道, 还以为你多大本事, 不过如此, 窝囊费她猛地站了起身, 身边的保镖警惕地看着她, 空气似乎凝固了, 只见她匆匆离开, 记住保密, 好的, 顾总医院里, 柳如烟受得不成人形, 眼泪止不住地流, 睁开眼睛, 没见到心爱的男人守护在身边, 反而是黑着脸的婆婆在一旁不断挖苦辱骂, 你这个贱人, 敢骗我是投婚, 明明就是二婚, 还有生过孩子, 为了骗我, 你可真是费尽心思, 连许微的妈妈是出了名的彪悍, 当年刘雪就是她强硬拆散这对情侣的, 一股狐媚劲, 除了会勾引男人还会干嘛, 现在连孩子都生不出来, 我儿子被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 都嫁人了, 还不安分手挤出来勾引他, 这传出去我们家的颜面还要不要的, 除非我死了, 不然你别想进我廉家的大门, 明天就给我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术, 她的话语尖酸刻薄, 每一句都想一把利剑, 戳中柳如烟的痛处, 想起当年, 柳如烟嫁进我家里, 仗着怀孕对我妈当驴子使唤, 饭菜咸了淡了, 指着我妈的鼻子大口破骂要毒害孩子, 弄得我妈每日胆缠心惊的伺候, 一度患上抑郁症, 恶人终有恶人魔, 如今的她, 在连许薇妈妈的面前大气不敢喘, 卑微的像只蝼蚁, 妈, 您要孙子是吗? 我绝对不阻止许薇找女朋友, 到时候生出来的孩子, 我会当做自己亲身孩子来养, 只要不离婚, 我什么都答应您柳如烟跪在婆婆面前, 双手合十带着哭腔道, 妈, 我知道错了, 您原谅我吧, 看到她这副可怜楚楚的模样, 婆婆越看越来清, 一把端起桌上的水杯朝脸泼上, 冰冷的水瞬间湿透全身, 丝毫不顾及刚做完手术的柳如烟, 连许薇赶到医院后, 看到亲妈盛怒滔天的模样, 心中明了七八分, 只还是包不住火, 两条路给你选, 一离婚从此不准来往, 二进身出户, 财产全部留给你弟弟继承妈妈的声音尖锐而刺耳, 心狠手辣是她一贯的作风, 燕燕, 你好好休息好身体, 过几天我来接你去民政局, 连许薇弱弱地说着, 不敢抬头看眼前的女人, 连许薇, 你再一次背叛了我们的誓言柳如烟微微一笑, 带着苦涩, 她爱如烟, 但是她不能为了爱情, 放弃继承家里的财产, 女人可以再找, 家里财产要是被那个白眼狼弟弟继承, 那自己肯定得流浪街头了, 顾婷, 我想晨晨了, 你能把她带来给我看一眼吗, 手机传来了柳如烟发来的短息, 我沉默了许久, 酒坪东倒西歪铺满客厅的地面上, 屋里一片狼藉, 柳如烟独自坐在昏暗的客厅里, 脸色蜡黄的异常, 手中紧握着半空的酒瓶, 眼眶的泪水不停打转, 顾婷, 晨晨呢, 她的眼神迷离, 不住四处张望, 宝宝不愿意原谅妈妈是吗, 晨晨已经死了, 三个月前心中的悲伤越发清晰, 我止不住地颤抖, 柳如烟张开着嘴巴, 眼神透露着不相信, 这不可能, 她喃喃自语, 突然红着双眼站起来拽着我的衣领大喊, 你骗人, 为什么要诅咒自己的女儿死了, 顾婷你还是不是人, 柳如烟, 害死晨晨的人是你, 是你把女儿交给人许为再回家, 让她独自在路口被一辆货车活活撞死了, 当场死亡, 你的白月光害死你的亲生女儿, 是你一手造成的, 女儿不会原谅你的, 让你摘除子宫是沉沉惩罚你, 警告你不配为人母亲, 我歇斯底里地咆哮着一字一, 取得控诉这个女人的残忍和自私, 不是这样的, 柳如烟摇了摇头, 声音缓缓消失在空气里, 她不愿意接受这个残忍的真相, 我拽着她的蓬乱的头发, 一路拖进了厕所, 指着马桶冷冷地说道, 女儿的骨灰, 也是被你的白月光从这里倒了下去, 连入土为安都没有, 你说女儿怎么会不憎恨你呢, 怎么会这样, 柳如烟喃喃自语, 不, 不会的, 许微才不是那种人, 我将她的脑袋摁进马桶水里来回晃动, 让眼前这个醉眼迷离的人瞬间清醒了起来, 顾婷, 对不起, 我该怎么做才能赎罪, 她崩溃地说道, 我拖起她的下巴, 温柔说道, 不如让你的白月光给女儿陪葬, 想起那日的场景, 我经不住发颠痛哭, 那么小的孩子到底做错了什么, 错就错在, 她生在这种家庭里, 有一个自私的母亲, 连许微斜靠在椅子上, 嘴角微微上扬, 好像赢了一场不得了的胜利, 听说顾总最近忙得很呢, 忙着找我麻烦, 她的声音充满了嘲讽, 我只是在寻找真相还是太大意了, 柴虎之心的人, 怎么可能会允许财务上有任何纰漏, 账本完美的可怕, 连许微笑了, 那笑声子回荡在办公室里, 带着几分亲面, 你真以为你能找到什么真相, 半路出家的野种, 除了带孩子打扫卫生, 你还能有什么本事, 她从口袋里拿出一封辞职信, 轻轻一甩扔在我脚边, 这是老子的辞职信, 顾婷, 你斗不过我的, 老老实实继续当窝囊费不好吗, 连许微的笑声尖热而刺耳, 小人得逞的模样让人不耻, 大摇大摆迈出了办公室, 我缓缓闭上了眼睛, 心中只剩下绝望的灰烬, 在风中轻轻飘散, 无法点燃, 晨晨,爸爸太没用了, 眼睁睁看着凶手在眼前晃悠, 却无法将他撕碎, 顾总, 连许微入职届时集团当副总了短短两天, 从财务总监跳槽成了副总裁, 还是夏东的对手公司, 连许微的能力配不上坐上那个位置上, 保密做得滴水不漏, 我确实小看了他, 正当一筹莫展的时候, 助理打了一通电话给我, 顾总, 有个自称是连许微的弟弟联系我, 说想和你合作眼前这个男人, 样貌与连许微有几分相似, 眉目间多了些许政治之气, 他打开公文包, 拿出一叠厚厚的文件和用盘, 上面记录着连许微这些年作为商业间谍的大量证据, 以及交易记录, 每一项记录都触目惊心,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不顾及兄弟之情, 我质疑地打量这个年轻男子, 他不以为然地说道, 铲除他, 家里的财产归我所有, 顾总大仇得报, 这不就两全其美吗? 作为报酬, 我要夏东集团的40%的股份, 就算他开口要全部的股份, 我都甘心献上, 你好, 你的外卖到了, 请出来取餐只见一个黑衣男子, 戴着墨镜和口罩接过外卖, 迅速关上了门, 有病吧, 大热天在家戴着口罩, 不怕闷出肺子吗? 外卖员低声嘀咕道, 燕燕, 出来吃饭吧, 连许为脱下墨镜和口罩, 长长了舒了口气, 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糕子举报自己, 一夜之间自己变成商界间谍, 警方到处抓拨自己, 网络上肆意发布照片和悬赏通告, 顾婷那个窝囊费, 不可能抓住我的把柄, 背后肯定还是高人指点, 正当他陷入思考时, 耳边传起了女人冷笑的声音, 你又拿我的卡去消费了吗? 我们不是离婚了, 凭什么要养着你? 燕燕, 相信我, 等我东山再起, 我会加倍补偿给你的听到这句熟悉的话, 柳如烟嘴角扯起轻蔑的笑意, 这句话毁灭自己两次人生了, 打开餐盒, 柳如烟眼眶开始泛红了, 这是他喜欢的糖醋排骨, 也是女儿的最爱, 当年讨好他们母女, 顾婷还跑去那个餐厅向厨师请教好几天, 才学会这道菜, 曾经幸福的一家三口, 如今物是人非, 连许为坐在一旁悠哉地踢牙, 看到柳如烟暗自神伤的样子, 百无聊赖地说道, 燕燕, 眼前的状态只是暂时的, 以我的实力, 很快就会翻身的,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说罢, 她将油腻的嘴唇靠上柳如烟的脸颊, 却被她厌恶的一把推开了, 啪一个响亮的巴掌飞快甩在她的脸上, 瞬间浮出红色的手指印, 这么多年, 连许为一直对自己摆一摆顺, 千千公子的面具总算被撕破了, 别给脸不要脸, 人老猪黄, 不会生育又没有工作, 除了我谁会接手你这双破鞋, 恼羞成怒的连许为指着她的鼻子, 满脸鄙夷地叫嚣着, 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燕燕, 要认清事实, 这世上只有我才会怜惜你, 现在我们是同条绳子上的蚂蚱, 不能分离, 是啊, 我要认命, 一切都是自找的柳如烟擦拭眼角的泪水, 如同嚼辣地吃着外卖, 突然转过头, 一脸娇撑地说, 为了庆祝我们复合, 不如喝点红酒庆祝吧, 柳如烟走进了厨房, 端出两杯红酒, 跨坐在连许为身上, 眼神坚定地说, 那就助我们这辈子生死不相离, 两人碰杯后, 一隐而光, 开始缠绵了起来, 不省人事的连许为倒在床上发出呼噜声, 柳如烟拿出手机打了好久的字, 缓缓按下发送键, 顾婷, 收到这个消息时, 我已经不在这个时上了, 放心, 我把害死女儿的凶手也一并带走了, 上一辈子都是你在照顾着晨晨, 现在换我来照顾她, 我们的晨晨不再孤单了, 泪水模糊着双眼, 我反复看着这条信息, 三天前, 柳如烟和连许为因为一氧化碳中毒, 死在家中, 消防员冲进去时, 看到大量的煤炭放在客厅燃烧着, 浓烟四起, 两个尸体的手脚被绳子紧紧绑在一起, 消防员费了好大劲才将它们分开, 在外人眼里, 这是一宗令人唏嘘的殉情故事, 爸爸, 妈妈来找我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晨晨清秀的面孔, 泛起了幸福的微笑, 柳如烟一脸宠溺地盯着她,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晒在我的眼皮上, 将我从美梦中唤醒, 抬头看了眼自己身上, 晨晨的小毛毯正盖在我胸口上, 传来极其微淡的奶香味, 宝宝, 为了你, 爸爸会活下去的, 全文完,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